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立法委员 那些候选人哭了哽咽 或怎么样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 我们今年选举有三张票 总统票 政党票 还有七一立委的票 七一立委 你如果代表国民党参选 你当然就有国民党 蓝营的票 可是蓝营的票可能不太够 或者 你很怕 白营有人也出来参选 来分你的票 各位懂了吧 所以你看到媒体说 蓝营一片欢呼 欢呼当然是立委 因为立委吃了定心丸 立委吃了定心丸 因为柯文哲会帮我站台 我本来有国民党的票 侯友宜 赵少康 马英九 还有朱立伦都会帮我站台 对不对 甚至韩国瑜都会来站台 对不对 如果你是国民党提名 全国69个选区 大部分这五个人 至少有一大半都会去帮你站台 对不对 侯友宜一定会到的 因为他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 很多人也不一定希望他去 那他也不一定每一场到 那韩国瑜 很多人也希望他到场 对不对 尤其有些比较蓝营的选区 那赵少康 赵大哥 我在选取场合 已经碰到他好几次了 他蓝针别逃 你看 他的屁爪还没好 他那天坐我旁边 我看 脸上还不能讲坑坑包 这样不好听 脸上的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伤痕 你看那个蕾鼻巴 多厉害 对不对 那蕾鼻巴又非常痛 而且有些人是长在脸上 长在耳朵 我一个朋友长在耳朵 都痛得好 五官这样 那有些很多人是长在身体 那个立国性病毒 那个毒是非常强的 而且没办法根治 然后大家再看 如果这些 这些立委的候选人 一听到蓝白 不管侯克配 侯克或侯配 对不对 至少柯文哲 不会再派人来 我的选区跟我选 来我选区哪个百分之五 他如果代表台湾民众党 哪个百分之五 影响就很大了 对不对 你赢对手也不够赢 本来赢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现在有一个人来抢你的百分之五选票 你就不好选了 各位我讲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所以每个立委 大家都很怕柯文哲 非常怕 不怕对手 不怕民进党 不怕对手 民进党的票 他固定 然后你再冲 也就那样 可是怕柯文哲来了 分了我蓝赢了票 这就是一个心态 所以蓝白的最大的胜利是什么 是国民党的立委的胜利 那 昨天这个最重大的意义 我告诉各位朋友 我的讲法跟别人都不会一样 因为蓝白和立法院结队够半了 民众党至少拿八席十席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大概五十席 五十多 加起来就超过五十七席 五十七席够半 所以加起来就够了 所以民进党昨天公布布文区 游习坤 哇又类为布文区 哇又继续当龙头 门都没有 民党不够半 他这八年够半 可是明年他不会够半 游习坤的立法院长 就干到 明年1月31号为止 就没了 因为蓝白会够半 这是一个形式 很少人讲到这一块 可是这一块非常重要 对不对 立法院够半代表什么 代表 你说法律要蓝白同意 议算要蓝白同意 因为最后是到大会表结 大会表结 谁够半数 谁钱吃钱拿 立法院一直是这样 民进党够半数 就成立党产会了 那蓝白够半数 可以把党产会废除了 党产会无恶不做 可以这样想 然后充满了偏见 大家看到就这样 对不对 我有时候看的这东西 看的都是非常可笑 真可笑 好 那所以他其实 蓝白一合 昨天就确定了 立法院蓝白过半 因为白的人不会去 跟蓝的闲 那你说白的跟蓝的 有没有一些选区 要互相选 有啊 好几个选区啊 好几个啊 比如说赖世保 赖世保 你就 碰到了民众党 你的对手除了是民进党的 王敏生之外 对不对 你也碰到了民众党 那当有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比较难打 所以赖世保这次很危险 就危险 因为白赢的人也会 那大家就会很 比如说赖世保 你就不能找 你就不能找 柯文哲去站台 因为柯文哲自己 自己 自己有自己的人 在这里选 就会这样 那柯文哲可能是 政也可能是富 对不对 所以就会这样 那这个有没有解决说 谁退 没有 因为昨天的学商说 这一部分各党还是各选各的 因为你已经确定了 那 其实民众党的张其路 在这里也很努力的 平良心仰 他是现任的 不分区立委 张其路 那台北还一个选区 虽然他不挂民众党 可是民众党已经公开挺他了 他就是乙美人 乙美人跟我当然非常熟 过去 我们都一起在上节目 他当主持人 我上他节目上非常久 对他也非常了解 他就是 他过去就是一个 一边一国的台独的 可是现在 现在改变了 这几年改变 四年前 他当宋楚瑜的发言人 亲民党 总统 参选人的发言人 然后他就认识黄珊珊 然后开始跟黄珊珊 那个 胡选 黄珊珊选台北市长 他就帮忙 所以他就被 民众党所接受 那他这次没有挂民众党的旗帜 他的对手是国民党的钟小平 还有民进党的 对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 当然啊 可以看到 选举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米嘎 那 邱成衍 代表 民众党在综合选 那 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 南京来讲 这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国民党已经提名了 张志伦 智慧的智 然后 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的人伦 的伦 张志伦非常优秀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和 因为中和是我们金门人的大本营 就我们金门很多人来 都住在那里 我也住中和非常久 住过中和非常久 那 这边 其实 这几年的发展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捷印到蓝四角 所以我们过去 因为金门人很多 那里有一个过去叫四号公园 现在改名叫八二三公园 纪念 金门人 然后在八二三里面 的牺牲跟奉献 因为我们是老百姓 我们不拿正如的钱 那金人 我们赔金人在打这场仗 我们帮金人 金人运送弹药 运送物资 有很多人也被打死 金人 因为你代表 捍卫国家 领国家的钱 吃国家的粮 我们老百姓没有 各位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大家计验说 金门的这场盛战 八二三 八二三跟中国大陆对抗 所以中和 的四号公园 现在改名叫八二三公园 为什么 因为 它是一个状类的一个 故事嘛 大家合作 对不对 那那时候的军队 已经有 有台湾人 有外省人 都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这个地方险局 张志伦 邱承岩 邱承岩是民众党 那 民进党提名 一个太阳花的人 不提也罢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非常讨厌太阳花 瞧不起那些恶心的人 那这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这些选区 或者各个选将 其实有的 都你都可以解释 这很优秀啊 没有错 我老实讲 对国民党来讲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艰难就是 这一次的选举 因为多了一个柯文哲 对不对 以前都是蓝力大堆结 国民党跟民党大堆结 你这次多了一个柯文哲 那柯文哲 你出来人家选 他本来 就可以选了 那他来抢你的票 也不一定啊 抢谁的票都有啊 宋楚瑜每一次都出来 宋楚瑜抢的 绝对是蓝营的票啦 百分之百蓝营的票 柯文哲未必啊 柯文哲抢的票 未必是蓝营百分之百票 里面很多利盈的 对不对 大家也很清楚 所以他是跟工具不一样的 那宋楚瑜每次都选 每次都选蓝营的票 他抢的都不多啊 他只有2016年 国民党换住 那一次他拿100出头的票 平常都是几十万票 那一次清明党在立法院 就分到五席啊 因为那种背景嘛 国民党就很慈悲啊 拿了不分期只拿十一席啊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讲 有时候你在看这些东西 他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很微妙的 他牵动了 那蓝白额 国民党就赢了立委 民众党到时候不分期 一加国民党的不分期 立法院够办 这个是可以先 先让心里大家放心的 就这样 那民进党昨天 因为他民党他很多思考 是认为蓝白应该不会和 会各想各 所以他的不分期 昨天下午公布 蓝白和昨天中午公布 他们的合作的条件 18号会公布到底是和 还是科为政 和科配 18号中午之前就会公布 那这个其实就很快了 各位朋友 礼拜六啊 后天 所以民进党昨天下午 公布他的不分期 因为这个不分期是 前天或这几天都已经排好了 所以他没办法改变 他的不分期就变成 一点都不亮眼 民党的不分期 历年来没有像这一次 这么糟糕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安全名单 是12名 12名就表示说 会当选的 这12名里面有8个 是现任的不分期 从来没有比例这么高过 8个现任的不分期 在搞什么鬼 因为那各拍戏分啊 分一分 分到最后 政国会没分到啊 那党中央都怎么没有分到 游徐坤就是了 游徐坤要当院长啊 骗笑 政国会你看 今天或者各电视台的报道 政国会的陈茂松出来抗议 我不开会了 我不要听你背书 我们政国会一个都没有 他有啊 里面有游徐坤啊 精神领袖啊 他游徐坤在民进党 这公共财啊 党中他说 我们给游徐坤 还给他当院长 下一届都不能当院长 其实民进党也心知肚明啊 人家已经蓝白合了啊 人家总统都会合 立法院一定合的嘛 那立法院一定合 你要怎么办 合他就够办啊 够办你民进党就没有了啊 所以游徐坤下一届 在立法院只能当阳村立委啊 他哪有院长可以干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情境就是这样啊 所以蓝白合以后 民进党 原来的那些盘算都错了 连不温期的提名都错了 他们本来一直要争取 好几个 林家龙的点名 哇 让谁上去 让谁上去 然后宜天 每天碰到 每次只要碰到 带经德就说 我要不温期 我要不温期 没有啊 哪有那么便宜你的事啊 宜天本来选七立委 然后他把它让给他自己派系的人 选立委 我们知道三重民进党是很稳的 民进党三重有两席 两席 从有立委以来 从有这种 单一选七两票制的立委以来 一直是民进党在当啊 国民党没有当过 国民党 在三重可以打败民进党的 唯一的人就是侯友宜啊 侯友宜在那边选票 超过民进党 从来没有人在那边 三重是一个很利的地方 他有两席立委 过去一直是林淑芬跟宜天 现在宜天不选交给自己拍戏的人 交给李坤城 然后宜天说我去当不分级 哇 那你政国会就兜两席啊 我讲这样就表示怎么样 表示我也认为三重 明年这两席还是民进党在当啊 我先做了判断 你说哎 侯友宜可以当 那个票 要这样转移是不容易的 我真的跟各位讲 我看选举是看很久 那这场选战 首先国民党 跟民众党已经赢得立法院了 这是一个好事 那接下来很多人会讲 柯文哲会不会那个 柯文哲这个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柯文哲 他周天下午跟晚上都有接受访问啊 那他里面有一些老实话 因为柯P常有些话不一定老实啊 他有些老实话 他说我民众党才成立四年啊 要打全国性的大选啊 要有战后 几乎不太可能啊 为什么不太可能 因为你没有地方的资源嘛 狗民党跟民党都有 你这个候选人到地方 要有人帮你摆一个场子啊 对不对 譬如说侯友宜到文山区 赖世宝要帮他摆个场子啊 这个场子是怎么样 有看台 下面有群众 然后有赖世宝 邀来的政治人物 或者名嘴 或者议员 这个场子你要摆出来 这个就是立委候选人要摆场子 然后侯友宜来打检 哇我们的统帅到了 对不对 哇大家翻身如雷 然后一起拿个 对不对 他是这样的 那高文哲下去 没有啊 他只有提名十一个人啊 这十一个人 有一个原住民 不会有场子 那其他的十个 十个有场子 开始他们在地方上 本来经营就不多啊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讲 他们在地方上经营本来就不多 好 不管是张其路 邱承岩 或者宜美人 宜美人是要选的时候 但是他拥有过去高的知名度啊 是不是 大家讲 那这样 这样选出来的话 柯文哲讲 我们这个小党 要打这样全国性大选 非常困难 没有资源 怎么样都没有 没有资源 候选人去站台 也会请副总统候选人去站台 所以侯友宜会帮他们站台 柯文哲会帮他们站台 所以这立委赚到了 那柯文哲讲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情况 那柯文哲说 我留有伏笔啊 今天很多人讲 留有什么伏笔 柯文哲说 国民党 民进党都可能 会贪污 会舞弊 所以我在签的那个里面 我留着 我要求我要监督机制要给我 就是司法院法务部要给我 类似这样啊 当然不是真的 因为在政府啊 当然你只能管行政院 下面所属单位 所以是哪些单位呢 法务部 经管会 财政部 公平会 还有NCC 对不对 这个都是监督的机制 NCC监督媒体 公平会监督 商业市场 法务部 打击不法 对不对 经管会 要去监督那些金融的黑金 洗钱 对不对 那财政部 管所有的 这些单位 你们的财税 公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讲的 其实最主要就这五个部会 我就一般人可能不太懂 因为我对政务机会比较懂 我跟各位讲的就是这样 那这样下来的话 其实这场显弹 大概 大概就有一些定案 就定案 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18号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就是后天啊 后天会 何柯佩 还是柯佩 各位朋友 你看网路已经很多人讲 哎呀 如果柯文哲没有当政 我不投啊 那是不是柯文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会缓串 尤其民进党在网路上 最喜欢这样 他最喜欢 自己缓串自己 而且常被抓到 民进党常被抓到 自己缓串自己 一个人扮演 数十个角色 自己在里面带风向 民进党最擅长这一套 他们被抓到 脸皮厚啊 继续扮演其他角色 而且都被认证了 我讲的被认证了 那你今天看到 这个可不可怕 可怕 是啊 所以在我们这场显战 很多人讲 好啦 不管 何柯佩 何柯佩 都会赢 各位朋友 我跟你讲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那时候连宋佩 大家认为百分之百赢 连宋佩 什么时候佩 你知道吗 很多人忘了 连宋佩 连宋佩是2003年 2月14号佩 为什么小董 小董你记忆力超完 你都记得那么清楚 没有什么好清楚 2月14是情人节 你要记很多东西 你要用它 相合的一些东西去记 才好记嘛 我一向记东西 很多人说 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咱们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 记牢的一个方式 说穿了也就是这样嘛 连宋佩 宣布连宋佩 2003年2月14号 当天晚上媒体做了民调 连宋佩 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选票 阿扁跟李秀莲继续配 22 各位朋友 天差地别啊 没有错 那时候的情况 然后一路打过来 打到投票前一天 那时候不能公布民调 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调 到前十天的民调 连宋佩都赢 水连佩 阿扁跟李秀莲 陈李佩 都赢他百分之十以上 可是最后连宋佩输了 各位 两颗子弹威力很大 对不对 那当然他们还 绑了一个东西 公投绑大选 阿扁那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东西 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 对国民党很不利 民进党会用 各种资源嘛 他们把公投讲得非常神圣 现在把公投踩在脚下 前台湾老百姓没有反应啊 他真是奇怪 对不对 这就真奇怪 我们等一下回来讲相关 好 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要上东森的 五期新闻报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从道阳开始 好道阳 谢谢道阳 非常感谢 中时 马航九 视察料楼港 是没有错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道阳 是 他说川普 大楼 接二连三 报道称 天助川普 媒体人 懂资深之疑 是 怪力乱神 是没有错 川普被累积 各位朋友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事情 你要把它拿来看的话 会会 很多东西会穿着 或会 或怎么样 但是 那就是一个话题而已 信不信在你嘛 对不对 送炳龙 谢谢炳龙 非常感谢 还有阿里克斯 谢谢阿里克斯 给我们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温森旺 这几天回来 马上投入了 帮我们斗内的阵营 谢谢温森旺 年轻的好友 是 谢谢温森旺 然后王祖温 谢谢祖温 支持董哥 谢谢 祖温森旺 谢金刚 谢谢 非常谢金刚 还有FuVi FuVi 从欧洲 然后她说 佩提是我们另外的 就是留言板上面常常出现的朋友 哦是 祝佩提生日快乐 她有注意到 我们留言板上常常留言的佩提 然后她生日快乐 然后蓝白盒 下架民进党成功胜利 支持董哥说真心话 谢谢FuVi 非常感谢 她从欧洲给我大大的一笔 非常感谢 然后放奎隆 谢谢奎隆 董哥 昨天柯温森都执政后要监督国民党 皇子贪污舞弊 是 没有错 那我们 皇子贪污舞弊是所有人民的责任 小总当然一马当先 我们监督所有政党 包括柯温森的党 谢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欢迎 小董真心话 那 小董真心话 大家也知道 今天 习拜会 然后 昨天 蓝白盒 习拜会 几点开你知道吗 就凌晨三点 美国时间嘛 所以他在美国是15号 是15号 那在台湾 蓝白盒 也是15号 那当然啊 对于 全世界 或对于两岸 或对于台湾来讲 都是非常重大的事 对不对 那可是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蓝白盒以后 大家看到民众党的发言人 陈志涵 媒体都说 哎呀 因为签了以后 他很不高兴啊 哭啊 就结果这样啊 那 其实哦 柯温泽今天讲 柯温泽今天讲什么 柯温泽说 再也不整合 是很难赢啊 会让民进党总统 赖清德赢得选举 他说事实上 他在民调 民调上一直领先啊 所以 他才可以接受 他相信专业 也相信科学啊 那柯温泽讲 台湾超过六成的名义 是希望政党能够轮低 他说他到地方跑 譬如说我那天 看啊 他去永和 乐华戏宴那里 一个本省民众 主席啊 爱华人啊 一定要和本省人哦 而且是个老先生哦 一般本省老先生 很多是挺立的 对不对 就是可能过去日本交易 或怎么样的关系 主席爱华人 爱华 那柯温泽 他说他感受到 基层民众的不安跟恐惧 政党有主体性哦 那当然 要努力去赢的嫌疾 不管三角都或四角都 再也都 不会赢啊 那不整合会 让这六成的名义 漏空啊 所以合作可以 不要变成密室政治分章 总是要有规则 在理论上吞得下去 因为有马前总统 做见证 所以他可以接受啊 那柯温泽 为什么接受 他说 其实他看过他的民调啊 他在民调上 一直是领先啊 所以他可以接受 对方的方案啊 外界认为是次让 他不认为啊 他认为说 我要相信科学 要相信专业啊 那既然有三位 有头有脸的民调专家 我们就让专业去评估 那柯温泽讲啊 都说民进党 除了当中国大陆的啦啦队啊 也没有什么嫌弃的方式 没有错 下来就是抹红嘛 那但是哦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柯温泽是有信心的 那国民党 大家看 好像翻身雷动 我刚讲 翻身雷动的是 立委 是那立委的 候选人啊 对不对 大家翻身雷动 为什么 因为柯温泽 会帮他站台 他就增加了 白营的票啦 那白营也不会推人去嫌 所以他就放心 没有人来分票 又增加白营的票 各位 这就是他们兴奋的地方 那侯友宜呢 侯友宜在脸书讲 他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 会不会怎么样 那当然啦 朋友大家关心 譬如说以我来讲 我每天晚上 都会经过很多地方 我昨天经过捷印的大桥头站 大家知道大桥头站那里 一个夜市很有名叫 延山市场 延平北路三段 这市场大家讲说比较好称入 他其实白天是没有的 他在晚上两边 就是一些夜市 延山夜市 那边 就是明前东路 明前西路跟延平北路的交汇口 那里就叫捷印叫做大桥头站 我看到柯温泽的人 七八个人 哇 几牌子 这牌子很有意思 他是用 他是用那种闪光灯做的 他自己会换字 很厉害 总统要挺柯温泽 民调要挺柯温泽 他们马上 柯温泽马上下气了 这三天 昨天已经一天了 今天跟明天还要做两天民调 这民调不是蓝白做的 就是媒体自己做的 你做了以后公布 我就拿出来用 简单讲就这样 那这个就是 7号到17号 这11天的民调 这11天的民调 是谁的民调 是各媒体 你没办法去掌控 那你说 小董你常讲 利盈会干扰选举 会 昨天 今天 明天会干扰 可是前面已经有八天了 你来不及干扰 因为他 他昨天中午才做了决定 你只能干扰到 昨天晚上 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 所以他的干扰的效果就降低很多 各位懂了吧 那利盈为什么一定会干扰 利盈都很多人 会自掏腰包 拼着坐牢的危险 去帮沟台铭联署了 他们怎么会不干扰 各位你知道现在 为了这个沟台铭的联署案 有几个人在坐牢 你知道吗 29个 我昨天打听一下 我都一直认为都18 9个 我突然打听一下 后来又收押一堆人 只是媒体已经不太报道了 已经收押29个人 然后有一堆人被交保 这个案子很大 我讲这个案子很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 整个蓝牌的氛围 蓝营是很慎重 立委是翻身如雷 那利盈呢 白盈呢 柯文哲认为说 我看了民调 我有信心 我也相信这三个专家的专业 好 那我有一句脸书 他的朋友很关心 但是不管是怎么配 我们都要尽全力 让台湾获得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什么叫第三波民主改革 为什么不是第一波第二波 因为这波的改革其实是一个 一个政府体制 我们用既有的权力 让他做改变 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制是什么 总统最大 那他们在签的那个 柯文哲跟侯友宜签了 马上就做见证 他签的那个是怎么样 是将来不管谁当选总统 我们先实施总统授权的内阁制 这个要当总统的人愿意 可是你有签了嘛 所以将来总统管什么 管国防外交两岸 那其他的交给内阁 内阁隔魁 那内阁隔魁 他里面有讲到这一部分是 柯文哲愿意接受的主要原因 各位朋友 那这一部分 这两个党 国民党跟民党 就用各自这两个党加起来的政党比例 来 来分配内阁的一些席次 那内阁的席次 简单讲 譬如说柯文哲 在立委的席次里面 他获得10席 那国民党获得50席 加起来就60席 对不对 60席 那柯文哲就可以获得 这60席里面的 六分之一 就是获得格魁 格魁里面的六分之一格魁 那国民党获得六分之五 各位 这样你懂吧 就是说 等于说格魁 柯文哲有一些他非常想要的 他认为说 他在昨天签字 里面特别讲 他要那些监督单位 所以我刚刚也讲了 什么是监督单位 法务部啊 对不对 金管会财政部 NCC 还有金管会 还有那个公平会 公平会管商业 所以这些单位 柯文哲说他要 那这些单位 其实都是 照讲 都是比较独立单位 但是民进党不给他独立 民进党掌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非常在乎 这次选举 他们找消灭钱 要来配 其实找谁配 差别不太大 各位朋友 我真的跟各位讲 副手是谁 在嫌疾里面 差别没有非常大 没有非常大 副手只要不要有太多 互变新闻 通常就不错了 你说 赖金德找消灭钱 会增加多少 没有 因为他已经传很久了 这两个月 做的民调里面 民众已经自然把消灭钱 当作副手 他的那个都已经加进去了 各位 我讲这是很公道的 那这两个月 因为 不管侯科配 或柯侯配 因为他们都各自有选 总统 不是副总统 各自都有选总统的 很大动作 所以他们 的民调里面 还没有把对方 的影响力 把它累进去 这样你懂了吧 那所以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柯侯配跟侯科配 都还赢 赖金德 可是因为前阵子 就从周天之前 一直展现的就是 好像 好像合不成 或怎么样 所以民众就觉得 比他失望 那国际本来 柯侯配 或侯科配 赢 赖金德都有十几% 到前天为止 只赢5%了 5%如果 民调的那个 大一点的话 那简直就是在 等于说信心水准的 那个误差范围之内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赢得很凶险 那当然因为 现在士气如虹 其实你就要 针对 民进党 一些痛点来打 不管是蓝 或白 你的对手 现在要完全不一样 对手要完全不一样 是什么 因为你的对手 就是只有赖金德 只有民进党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针对 他的东西来打 他的东西太好打了 民进党已经变成 一个情色的 一个政党 对不对 民进党已经 民进党提名一堆人 现在这些提名人 都纷纷 不敢选 赖金德昨天说 我们这是民主大联盟 你那些大联盟千仓百孔 已经多少人不敢选了 你看 对不对 有的是会选 屏东那个是会选 不是会选 就是 就是 哪人家回扣了 对不对 那你那个 就不好选了 对不对 这个等于说 涉及青年跟操守 不好选了 那那个陈欧坡 陈欧坡是个老立委 宜蘭的老立委 他是被诈骗集团所供养 他也没发现 他第一个 第一个跳船 赖金德逼他跳船 不要影响我 赵天宁 也是被赖金德逼走 赶快下台 不要影响我 简单讲 宁辉环太阳花的领袖 包屁 包屁me too的 包屁姓骚案 下台 李正浩 就跟他女朋友 那个还拍 还把人家拍下来 法院认证 民党里面很多人 就不支持他 所以不能嫌 各位可以看看 那基隆那个 昨天初一 昨天收押 被掀放出来 被交保 他也不敢嫌 已经换人嫌了 各位一个接一个 这就是民进党啊 有贪污的 有情色的 有包屁的 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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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喝水 我们刚刚念到范奎龙 是 谢奎龙 非常感谢 跟着说执政后 要监督国民党 其实任何执政的人 都要接受强力监督 那我们现在台湾 这八年 你看媒体啊 媒体当然是一个监督角色 或怎么样 或名嘴 或网红 或什么 这八年来都在监督 在野党 天底下棋文 台湾的媒体都在监督在野党 对不对 都在歌颂 歌颂执政党 因为你歌颂执政党 执政党会给你钱嘛 给你广告嘛 就买通媒体 所以台湾媒体九成以上 是挺民进党 很悲哀在这里 谢谢 EGK06233 谢谢 非常感谢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感谢 非常感谢 迷迭香 谢谢迷迭香 那 其实 他提的话题太辛辣 董哥现在蓝白有志气 有人力把现在的 立社舒适千打破 回归依法行政 司法进化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至少会比较好 像我在媒体前这么久 国民党过去 在司法上也有非常多的缺点 但是我们司法 他真的被控制或不被控制 其实是对 比如说你要依法行政司法进化 这东西 其实司法他是自己一个 他自己会去揣测 比如说马航九当总统 马航九也当总统时候 被人家讲收权收权 他去告都不成立 可马航九卸了你后 司法就比较独立 判马航九赢 周一扣 判赔马航九160万 梁文杰跟民进党 讲马航九收权 马航九去告 判赔120万 吴子佳讲马航九收权 马航九去告他 判赔180万 马航九现在有钱的要命啊 各位朋友 你看光靠打官司啊 有人去告我 也是想说 告我可以 要我要赔多少钱给他 我看了他大笑 等于有机会再讲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了 电 news就败 欢迎小董真心话 全世界都在看 习派会 那台湾当然是蓝白河 大家刚刚讲蓝白河 蓝白河当然 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因为两边 是来自不同的党 所以他有些东西 要有点磨合 国际国民党跟亲民党合 亲民党的人都来自国民党 所以他是同样一个 蓝营的架构出来的 他们都出身少林寺 那现在不是 现在是少林寺 跟武当派结合 要来对抗魔教 那魔教都是好人 变成名门正派都是坏人 也不是这样 我只是打个比喻 魔教怎么会都是好人 东方不败会吗 不会 但是这只是打一个比喻 就你来自不同的系统 然后你要合会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的话 就会觉得对方 你就我看不顺眼 我批评 批评媒体就大作 那台湾在嫌疾 其实主要是媒体 台湾选举主要是媒体 我跟各位讲 就媒体 民进党的优势 就是媒体听他的 因为有好处 那国际在媒体上 马航九执政 媒体有好处 没有 完全没有 马航九执政 哪政府广告最多的是谁 是民事跟三立 一直是这样 八年来一直这样 我不骗你 就一直是这样 所以你看了 那现在当然也是民事跟三立 因为现在民党执政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人靠这个赚钱 那别人没办法 这就是一个政治现实 因为民党比较赶 那我们在看选举 看你要看媒体 网络的流向 网络就带风向 带风向 它里面有很多网金 网金头子 他们会自己扮演 然后带动一个角色 七年选举 民进党 为什么要大输 你知道吗 他想说对 为什么没有人去分析 有赖金德讲 因为我们邪轮案 你们民党每次肮脏 事情一大堆 为什么邪轮案 特别被报道 还有我们的黑道 所以赖金德 一当选党主席要求 修改黑道法令 结果很多人不能选 对不对 金门的县长陈富海不能选 国民党的林永瑞不能选 各位 林永瑞本来要代表国民党 选迎林的立委 他现在是国民党的博文基 栽培他 因为他在水利会有影响力 让他当一届博文基 这些要他下去选 就是说你用部分区已经可以地方 有些服务嘛 有显民服务你就可以 所以这些你最下去选 结果他不能选 因为黑金嘛 陈随便的儿子陈志东不能选 台北市民进党的议员 王夏威下一届不能选 各位朋友 因为都涉及黑金了 所以赖金德去修改法律 然后要求所有党公职人员要签切结书 表示你们的受势博士论文没有抄袭 很多人还是被发现抄袭 国民党这两天剪辑 赖会员 媒体几乎都没什么做 赖会员是台南的民进党立委 现任立委 寻求连任 那各位 媒体为什么没报道 我告诉你 忍了啦 这个议题已经忍了 每一届的议题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在讲简体谁说 啊他论文抄袭 媒体做了不会做太大 忍了 然后媒体 很多是民进党的 支持者 民党可以掌控的媒体 所以他的效果就这样 那七年民党其实没有赢 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七年 馆长陈之汉不挺民进党 每天K他 那馆长是台湾很重要的网红 那民进党还有一个网 一个网红很重要的 周一阔 周一阔因为粗包 因为粗包很明显 他要打蒋万安 一直打 打蒋万安的爸爸 然后打张淑轩 那台湾人就生气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明显是错了嘛 张淑轩 去告周一阔 七年的九月底 然后告了以后 前台湾大家好同情 民进党的这种网红 怎么变成打手 这个太丑陋了吧 所以那个台湾善良的社会 有些本性就被换回来了 尤其台北市 一看怎么可以这样呢 人家好好一个女孩子 被你讲说 跟蒋万安的爸爸 有婚外情滚床单 对不对 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个这种反弹 影响到整个民进党 因为这个是大新闻 张淑坚 民国77年的中国小姐 我采访过 我都泄露我年龄 我没有那么老才对 在中华体育馆 那你把人家拿来做糟蹋 这个当然 一看就知道了啦 对不对 一看就知道 根本不可能 张淑坚并不认识蒋校园嘛 两个人完全没见过面 被你讲成这样 这个当然对台湾那种善良社会说 哇直接网金也太猖狂了 太不择手段了 他们是民进党的 对不对 你这样一讲的 哇中性显民 大家就觉得很同情啊 怎么可以这样 那这个就民进党大败了 所以媒体网络网红 他在里面造成这种效果 他其实是让民进党觉得坦德不安 但是民进党在昨天中午之前 还是认为蓝白不会合 所以他们很放心啦 昨天上午秋泰山 在立法院 那个 大陆观光客 他讲的很悲观啦 如果民进党在继续当选的话 没有 明年三月未必 未必会大开放 然后最多两千人 旅行业者炸锅了 你们王国财交通部长前几天 又交通部管光光级嘛 管光光 你们前几天才说 明年三月要开放 现在 陆委会主委既然又讲这样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 这几年来 旅行业在台湾其实是最可怜 最倒霉的 对不对 两岸的关系 让陆克不能 不能一团一团来 不能组团 只能个别来嘛 然后 疫情的关系 大陆人几乎不能来台湾 都不能来 不管有没有团 都不能来 那疫情快三年 然后再加上两岸这个 所以他们其实是饱受摧残 那他们认为说 陆克对台湾来讲还是最重要 因为 因为他的购买力 消费力很强嘛 你其他的来不强嘛 日本 韩国很多人 他根本不去南部嘛 他都来台北101这边拍 故宫看一看 然后到夜市 零下夜市 士林夜市 美食吃一吃 就这样啊 他会去台南吗 回去高雄吗 也有 不多啦 就变成这样 那陆克喜欢去 他们喜欢到日夜潭 到南部 孔庙 台南孔庙 对不对 肯定 对不对 他喜欢这样嘛 所以对各地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理行业者认为说 这个应该给他开放啊 民进党不干啊 其实你知道 这是让人家很难过的 但是啊 其实各位朋友 我要跟各位朋友讲啊 现在全世界除了习百费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以色列那边在打仗啊 美国抗议 伦敦抗议 巴黎抗议 台湾没有抗议 台湾人 你到底怎么了 美国三四十万的人 在华盛顿抗议 你知道吗 台湾独独没有抗议 台湾抱着美国那些人的大腿啊 美国人自己都出来抗议了 这个其实是让很多人瞧不起的 小董哦 非常分开 我很多朋友也很分开 说我们应该去AIT抗议啊 这个是一个人性 为什么 以色列已经占领医院 有多少小孩 已经大家随便看媒体 没有氧气筒就死了 各位朋友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就说 一定要有人去抗议 那这抗议哦 其实是很必要的 各位朋友 这抗议是什么时候抗议呢 礼拜六 礼拜六一定要去抗议 钓鱼台协会 交易协会 还有很多朋友啊 他们发起了 我们礼拜六 十一月十八号 就是蓝白河公布 侯科佩 那一天 的中午 下午两点 在捷印 内湖站 二号出口 然后那边 我们就游行到AIT 美国在台协会 我们要表达 台湾人也在抗议 我们跟全世界的人一样嘛 伦敦巴黎 德国 每个地方都有人抗议 以色列 你已经太超过了 没有错 你被哈马斯突袭 可是你不应该 去滥杀平民啊 已经死了一万多人了 以色列开始夸大 说他们被哈马斯打死 一千四百人 那每个人 大家都有名有姓啊 你又不是一个很乱的地方 对不对 后来他们赶快调整回来说 死了大概一万两千人 那他们已经打死人家 超过十几倍了 然后里面有很多婴儿 各位朋友 11月18号 中午之前会公布蓝白盒 到底谁证 然后呢 下午两点 捷印 捷印内湖站二号出口 就是国际的 那个百货公司那里 然后游行到美国在台协会 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很好 谢谢 董哥我们还撑下很多斗内 我们要把它念完 好谢谢 要把它念到 好我念快点 加福 是加五 洪加五谢谢 前两天就在补斗内 董哥喝水谢谢 好吉敏丽 感谢吉敏丽 董哥要加油 谢谢 金勞金勞 今天金勞来给我们斗内的 非常感谢 还有洪阿娃 谢谢阿娃 感谢 还有张淑文 淑文你来了 淑文每次都给我很大一笔 他认为董哥最懂 谢谢 大家有智慧投下这一神圣一票 那这两天 接到民调 当然小董主张 侯友宜为政 我讲真的 然后董之胜 谢谢之胜 非常感谢 然后马拉格基 一然来的好友 还有Tom 是谢谢他从美国来 赌内我 那非常感谢 然后朱立伦 喊话 主流媒体做民调 那其实 也可以看到了 他就是 这是不是一场戏 绝对不是 这是一个 因为周立文跟马拉格 没有 完全没有这个 我老实讲 因为 因为我那时候 也知道一些事情 但是因为约定 大家不能对外讲 怎么讲 好 谢谢道阳 非常感谢道阳 给我们斗内 非常感谢 一七鸡零六三三 谢谢 还有杨峰 杨峰你来了 谢谢 还有董之胜 感谢之胜 非常感谢 谢谢